辅助系魂师哪家强? 第一位,降猪,是莱克学院战队队员,辅助系其魂师。 他的五魂师治疗权杖,与其他魂师不相同的是, 他的所有魂环魂技都是走治疗路线, 与队友并肩作战时,能给队友提供很大的治疗。 第二位,狂战队辅助系其魂师,拥有罕见的稀有五魂如意盘。 这种系五魂如意盘,主要有攻击、防御、力量的作用。 他的第三魂技狂热,更是能将队友力量防御所有属性都提升50%, 由于这个魂技给队友提供的增幅太多, 它也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。 狂热增幅状态下,队友就会变得神志不清,身体不受控制, 同时也会变得没有知觉,感觉不到受伤时的疼痛。 一旦狂热状态解除,队友就会瞬间变得非常虚弱, 同时也会失去战斗的能力。 第三位,区域,五魂点学院战队队员, 辅助细气魂师,拥有极品辅助细气五魂灿金拳杖。 他的魂技特点就是可以使五魂融合技快速融合。 在他的第四魂技光明与指照耀下, 忽略那与邪悦的五魂融合技妖魅, 一瞬间就完成了融合。 第四位,叶灵灵,天斗皇家学院战队队员, 拥有细有五魂九星海棠,五魂作用是范围性质量, 治疗效果远远超过其他的魂师。 虽然九星海棠魂师不能保证队友能够在战场上战胜对手, 但是他能够保证队友的生命安全。 因此,九星海棠五魂也被人们称为不死九星海棠。 第五位,宁蓉蓉, 史莱克七怪成员,辅助细气魂师, 拥有顶级辅助细气五魂七宝琉璃塔, 这种五魂的辅助增幅是整个魂师界最强的, 速度,力量,防御,魂力,属性,各种增幅,应有尽有。 但是这种五魂也受到了限制, 最多只能吸收七个魂环。 而宁蓉蓉在吃下了优向起罗仙品后, 他的七宝琉璃塔突破了这个限制, 进化成了九宝琉璃塔,可以吸收九个魂环。 当鸣蓉蓉的魂环达到八个以后, 他就不再需要队友的保护, 他的第八魂技就保无敌神光, 可以抵挡封好斗罗三次第九魂技的攻击, 而一个封好斗罗再释放出三次第九魂技后, 魂力基本上已经全部消耗殆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